訪所莊公正完 正完的話,我們來帶一下一些判例 上次判例到第154 我們來看下注的1比6 我們來看一下你們風水的這一盤 你今天要問他為什麼會點 先來圖一下 那邊一個火炎的方程式 然後呢,就要你求在21這個點的切線方程 那我們先來判斷一下好了 21這個點在火炎上 來判斷一下 21這個點 有是不是? 有的話,我們是不是可以帶一下之前推到的什麼 切線公式 以之前的求切線 所以,一切之前呢 可以這樣寫 因為呢 這個,照一呢 還有這個,GAMMA3 這個GAMMA的方程是什麼 2S0加Y 然後呢 2S0加Y 4S0加Y 3S0加Y 3S9加Y 3S0加Y 3S0加Y 這個結論是把一刀向X啟動一個X環節的切斂 然後把一次下換成什麼 換成切斂的平均嘛 所以基本上你如果帶這個切線公式的話 這個2乘上這個切斂是21嘛 所以這個是2乘以X 加上這個1乘以Y 等到這個4乘以切斂的平均 2分之S加2 加上這個6倍的2分之外加1 這個冷氣 基本上就帶完 那我希望你在 帶這個公式的前提稍微想一下 因為我們在拋左窗之前講這個圓 圓那邊有切線對不對 圓的切線我們那時候 就算不帶公式的話 你基本第一寫 你還是可以寫 因為你可以用什麼 圓心到直線的距離半斤 對 或者說圓心到切點 圓心到切點它會跟這個像樣什麼 跟這個切線怎麼樣 垂直 可以用這個蓋銀球的切線 可是拋左窗就沒有這個概念 所以我們那時候在證明的時候 記憶了 那時候是不是真的挺舊的 去算它的協力 沒有印象 如果 沒有印象的話 可以看笑我這個筆記的部分 所以這部只是純粹大於 前面推的這個公式這樣子 來我們去延續好了 來看第7號 來7號 他現在P4-21 一樣在這個 橢圓上 來判斷一下 421也不在這個橢圓上 5平就是橢圓 看起來P4-21好像沒有滿足方式的事 好像在橢圓外 所以感覺上 他的圖像就變成這樣一個圖像 好 來 介紹我們圖像本質量 口圓外個點叫做P 這個P點就是P4-21 也不可能 然後我們現在要來求 破P的這個切線 破P的切線 那當然 沒什麼架實 我問一下好同學會說 我能不能再帶像剛剛的切線公司 這樣你會帶上面這個公司 上面這個公司是在什麼 點在弧形上 對不對 所帶出來的切線公司 那我們等等會來解釋 如果你把P點在這個弧形外 這樣 帶這個切線公司的話 其實就會跟我們圓 那邊講的切點圈 這邊只有兩個切點 那這兩個切點所形成的直線方程式 我們叫切點圈 那這個切點圈的方程式 其實就跟圓一樣 就把它視為 這個弧形外的這個點 在這個圓追區間上 帶這個切線公司 這個我們等等來看一下 這兩邊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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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假設出這個切線公式 如果黃色的血律是M 那你應該知道已知火源 血律M的切線公式 這個血律是有非常多的 好 那我是不是可以這樣做 這是可以假設啦 轉身這個血律M Y的MX加減什麼 你記得嗎 可以查一下之前推的公式 加減跟他 A0加B 明明一下這個公式 A跟B是什麼 A跟B是這個火源的什麼 我們樓下這個分母 A跟B 所以題目的這個Gamma 自己寫下吧 Gamma題目給的方程是 這個5S屏加YB等於 我們把那5除掉好了 他可以幫他寫這個S屏 加上這個5分之Y 這個等於E 然後把S下面都搶成E好了 所以你對著公式來看的話 這個就是我們的A 這個是我們的B 看到嗎 所以我現在過P的這個切線 我們就可以這樣假設啦 我們就可以這樣假設啦 挖一點這個MX 然後加減跟號 這個AMP加B 所以我就這個就是寫 AMP 再加B B45 這個形式 這個 我帶的就是 之前我們推的 之前我們推的 好那你怎麼決定這個A A 那當然不要捏點啊 這個切線 不是要過這個點 所以這個點要帶路滿 所以 這個切線 過P點 帶路 所以我們就得到 這個 1呢 等於這個負荷M 然後這邊是加減跟號 M0加5 1就 1 4 1 2 把這個22A過去兩根地方留得到要跳什麼 M24方程式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M把它解出來 沒關係我起來這裡 把這個解下來 把這個打開我直接打開 這應該變成三連平 加上這個4連 剪掉4連平 所以M我們做這個分解 可以看起來寫成這個3M-2 乘以這個M-2 所以M的寫成會有兩個答案 三分之二就是這個-2 那你再把這兩個協率怎麼樣 代表你有協議員 他不是有點嗎 點結式不是出外面嗎 所以剛剛黃碩問說 如果服刑外 缺陷的公司是什麼 當然就是沒有公司 因為公司已經推完了 公司就是利用什麼 公司就是利用我們所謂的這個協議員 所以你把這個協議員 請你把這個協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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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樣就完成了 這樣就完成了 那這個第二小題呢 你 就是我剛剛寫的這個紅色這條 切連選 AB AB這條連線呢 的直線方程式 我寫在這裡齁 這裡可以把它 寫在你的圍記裡面 這個切連選的方程式 如果我今天這個圖形 給你一個圓車訊線圖形外一點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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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兩個切點的會形成一個這個弦這樣 用一下這個切點弦 然後這個切點弦的 全方程式 其實很簡單應該就把類比成圓 你覺得你記不記得圓那邊好像有做過類似的 圓外一點不是有拉兩條切線嗎 那也會有兩個切點 這兩個切點的連線怎麼樣 它的直線方程式怎麼算 記不記得 圓外一點拉兩條切線 那兩個切點的直線方程式 你的公司是把他想成這個點在圓上做切線公司 你應該跟你講過這件事情 你應該都退到過了 我覺得 我跟你講這個你都沒有感覺 它就代表你書都沒有念到位 沒有感覺 所以這個地理就可以類似的寫出來 如果這個皮呢 塗在這個鋼馬上 好 皮膚不在這個幹嘛 那時候呢 過皮 拉兩條切線 謝謝 謝謝 所以AB的這個兩點 這個選就可以把它寫出來 這個選就把它視為什麼 視為剛才帶一個公式 把這個點搶成它在這個原作區線上帶什麼 帶一個簽寫公式 這個是35萬 這個要匯報 這個要匯報 就是開花 開花 馬上池 這項一段 是 好,這個是我 打出來,認證明可以仿兆一下這個月 好 種目防控部員 來自秘荷獎 好總之我告訴你結論的是 如果點在 園隊區さん 一代切線就是我們切線的程式 如果在一個律線外 一代切線公式呢 其實就是切點圈 我決定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回答剛剛這個問題好了 剛剛這個題目 對這個橢圓而言 如果你-21拉這個兩個 切點AB 那這個AB的直線方式是怎麼算 我們來帶帶看 直接寫喔 因為你的切點是-21 所以各區公司幫助你 你把平方相反的切點 所以我們的答案很簡單就是 這個-5 所以這個-2x 加上這個-1xy 這個內部 這樣我們就做 這個就是切點圈 看什麼 好我現在實際關係我們開始跳 跳一下看這個 覺得你們比較會有問題的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90 軌跡的問題 9的話 這個軌跡方式怎麼算 我們要打一下板邊 我們要打一下板邊 左邊這個板邊可以插嗎 左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你早一点赔下来的话 就会可以玩这些东西这样子 那在我的立场 我还是会告诉你 最起码 学完以后 他所延伸的这个问题 还有应用这样子 因为大学大概也给机会再碰到这个 大学所处理的方式会用极坐标的方式 去处理 就是我们上次讲的这个理系率 我有在班上讲过理系率吗 有喔 那大学的同一处理方式 用理系率做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立体就好了 他说有个立体的椭圆 然后呢有个动点批 对这个椭圆做什么 做这个切线 然后他这两个切线垂直 然后他这两个切线垂直 那现在为你这个批的轨迹是什么 但是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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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 我们的事情 这是干嘛 脱油 然后呢 外面拉一个点 做两个垂直切切 随直切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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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直你要知道 踢这个点如果要拉出切线 要随直 这个点应该会有一些限制 这样 因为你可以大概想象一下 这个点稍微在远一点会怎么样 这个点稍微在远一点会怎么样 角度会变大变小 你让我感觉 变小 那近一点的话变怎么样 变大 所以我现在得再问 这个点 他所受限的这个条件 所满足的方程式 是什么 OK 那这个题目我可以改 好 比如说这个90度 改成60度 那这个图形又不一不一样 好 那我们来问一下这个问题 这个你会怎么处理 好 好 有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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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的是這兩點嗎 你要的是這個點嗎 所以你關注的是這個點不是上面這個點 因為我們要的是P這個動點 這個叫SY 那我先做一個直白的介紹 我問一下 這個SY 它應該要落在這兩條切線上 對 那切線你可以怎麼假設 你看到的錘子你會怎麼假設 一定會用斜率吧 比如說一個斜率是M 那另外一個斜率一定是-1 所以基本上 如果發我這樣的想法 我會這樣寫啊 這樣假設呢 過這個P點 這個切線 互相垂直的這個切線 有一個這句 這個P點 可的是這個P點 這個P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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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加減跟up 帶這個比之旋律 所以可以寫的這個A屏 M屏 加上這個B屏 那另外一個應該是跟它垂直的 所以另外一個是Y5 這個M分之負一 是變這樣 那還是這樣 軌跡的意思就是 我們要想辦法把M這個獅子消掉 M是我的假設 斜律 你要的關係是只有SY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因為SY是你的動點 T 你要想辦法找出SY所滿足的什麼 關係是嗎 這關係是就是所謂的方程式 所以 基本上這個獅子來看 你的SY呢 會同時滿足這兩個關係 那這兩個關係裡面有一個討厭的M 是我的假設 那你開始思考一下 怎麼樣可以讓這個M消掉 M消掉代表停不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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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把問題留在這裡 給你一個提示就是 你可以試著把它平放看看 試著把它平放看看 怎麼做呢 比如說 比如說呢 我們可以把 這個是怎樣 然後先這樣 我們把這個移過來嘛 然後兩邊提放 那邊提放 那邊提放不知道燈號不見 沒有 然後到底這個試著 我也是做通常的事情 可以把這個事前 那個 Handex 加上這個Y 我來 做這動作就是讓更好不見 那你 稍微思考一下 如果兩邊頭承 Ending然後想降 可以幫他存事情 我把上次是同车m瓶好了 這動載M頻的話就變成X加上M1的平方 右邊的是A頻加上這個B頻M頻 然後我們把這兩個加起來 為什麼要加起來 因為加起來會發到M頻鍵 看你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東西 懲罰油頻我看到M頻跟這個B 所以比較會變成E加M頻 的S頻 然後這邊是-2MSY 這邊是-2MSY 消掉了 然後後面Y的路面也是E加M頻 的Y頻 然後在右邊 右邊的話A頻率出來也是E加M頻 加上B頻率出來也是E加M頻 有看到嗎 那這樣子方程式裡面的E加M頻可以怎麼樣 消掉嗎 因為這個路溫很低 所以左右兩邊呢 直接就給把它殺掉 燒完以後就知道 然後有9MSY的方程式 方程式 那這個應該就是它的軌跡方程 3M頻率 1M頻率 並省一省1M頻率 1M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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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M頻率 2M頻率 5M頻率 8M頻率 5M頻率 6M頻率 5M頻率 1M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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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唱歌吧